大家好 我是King of the Motel 汽車旅館之王 今天又到我們的汽車旅館開箱時間 而且除了汽車旅館之外 當然今天還是有超強的晚餐 還有宵夜要介紹給你 我們今天呢 人就在南屯區的 雲河概念旅館前面 今天就跟著我一起去開箱 吃吃台中美食 我們一起進房去 走 期待嗎 哇 按車車 我們來過個店 我靠 看這裡 太大了吧 這是幹嘛 跑馬拉松嗎 這可以跑兩圈 這是浴室 太誇張了 來來來來來 欸 兩人浴缸 他是把兩個人的身形都隔開來 不錯 再來 廁所 乾濕分離 標標準準 還有一個滑灑這樣 不錯 好 今天又到我們的 今天的部分 大家有沒有很期待呢 我也蠻期待的 我說真的 這一間 很像精品飯店的感覺 就是 他的感覺是很舒服 然後 很寬廣 然後 非常非常有質感 就是 我覺得啦 這個就算是一家子來這裡住 所以會非常的開心 小朋友就叫他睡這裡 還沒看 睡這裡 小朋友叫他睡這裡 他應該開開心心啊 OK啦 當 像鳥龍一樣 當做 鳥他去養 養子 養子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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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還不錯耶 他有一個這種小小的 這叫什麼 發呆庭嗎 可以發呆一下這樣 還不錯 其實他有加這一個啊 我覺得是很加分的 因為有一些人 比較高 像我在睡覺的時候 腿都會超過 對不對 怎麼了 怎麼了 要這樣拍嗎 腿會超過嘛 腿會超過的時候 就要需要這個 這個其實是 對身高高的人很加分 像我這樣就很加分 很棒 我們來試試看床 好不好 要來囉 床要來囉 這個床 這個床 他的柔軟度 非常高 彈性很好 他屬於比較彈的那一種 看喔 像我 五十幾公斤 蛤 七十幾 七十幾公斤 還是彈得起來 還不錯耶 這個床彈性很好 好 我還沒拍照耶 我這樣就把它 就把它 破壞掉了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 開箱玩房間 我們整理一下 帶大家去吃晚餐 今天晚餐是非常非常厲害的壽司 隱藏在市場裡面的喔 然後呢 吃完晚餐 我們會去買點小野回來 繼續分享 裡面的設施 而且聽說 還有一個很厲害的空中花園 還可以看夜景 待會就帶大家去 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晚餐呢 我們就來大墩黃衛市場的 一本壽司 叫做一本正經的 你就要吃這種一本壽司 對不對 大家應該認同吧 好認同幫我加一 幫我留言謝謝 然後呢 我們等一下要吃的就是它的 生魚肉壽司 還有它的 生魚片丼飯 聽說非常非常厲害 看 這麼多人就知道 應該非常厲害吧 我們繼續吃吃看 走 有沒有看到整桌超豐盛 我們這一桌 呃 買了525塊 但是我先看看它的蜀湯 就覺得它超有誠意 大家看到 這個是附的喔 整片的鮭魚啊 這個環境吃起來 就感覺 沒有那種 在足地市場的那種 菜市場旁邊吃那種感覺 來 我們來先試一下 它的生魚肉 這個鮭魚 油啊 很美耶 鮭魚的那個 鮭魚油脂很豐富 而且整嘴是那個鮭魚的味道 很喜歡吃鮭魚的 這個一定會很喜歡 它的沙拉上面還有蟹肉 超有誠意啊 而且它超好吃 還有一點點那個 油醋醬 然後上面還有 小黃瓜啊 然後蟹肉 然後還有魚卵 這190 超級滑罐 真的 這個 然後我們來試一下 握壽司 它的握壽司啊 我說真的 它的米啊 弄得比較潮濕 所以它整個是一球 但是 你拒絕的時候 它慢慢都會散開來 然後跟食材混合在一起 也是不握壽 也是不握壽 但是如果以 呃 很高級的那種 日式料理那種 鬆散度 當然 但是 它這個價位 我覺得對著其他價位 可以 它接下來呢 進入到 每一個的桌上 也會有的 烏龍麵 它的醬油很喜歡欸 欸 它烏龍麵啊 不會過Q 但是也不會沒有嚼勁 而且烏龍麵分數很高 然後 它的醬油 那個醬油味才會熱到 會有淡淡的回甘的味道 然後 你看還有超蛤蜊 還有帶一點點味 因為一點蛤蜊的鮮味 不錯不錯 不錯 對啊 它的小夾 也帶半了 喜歡吃台湾味的 你可以點這個 夠甜 呵呵呵 它的醬汁是帶甜的日式味道 而且 你說 這個 就是我這種標準台湾人吃的 其他太中人 那就一起 share吉他 好吃的料理啊 那我們吃完 怎樣 再帶你去買宵夜 聽說這一家 在地人超級虧限 可以打電話預訂 如果沒有預訂 你要等很久 等一下去看看吧 耶 滿滿的炸物 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 整個很happy的感覺 有吧 有吧 我們今天點了雞皮 皮蛋 比較特殊的 我大概等一下吃給你看 皮蛋啊 豆包啊 豆包就看一家炸物 利不厲害就看這 然後 雞排 可是它雞排我說真的 是薄片的雞排 就是我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等一下咬這一口 它也是醬燒的 但是你看到它就是比較薄的 可以嗎 可以嗎 有沒有 就是這樣薄薄的 但是 它的整個長度是ok的 一個65塊其實也沒有很貴啊 它是有一層外殼的 因為它是刷醬 那外殼齁 就會醬汁包住 還不錯 跟我一樣如果你外帶的話 不要減 肉汁還蠻多的 問一下大家 你去鹹酥雞店 如果有雞排跟鹹酥雞 你比較喜歡哪一種 正常我都是吃鹹酥雞 但是很多人說 這間雞排比較厲害 我是這樣啊 小孩子才做選擇 全都用 了解 可是因為我們剛才已經吃了很多的壽司 所以吃不太像 所以我們今天吃了雞排 留言告訴我 你是雞排派還是鹹酥雞排 留言告訴我 再來 他們說他們很厲害的這個 花枝丸 它花枝丸也是外面有一層粉漿 放在私下 花枝丸 雖然說他們有那種 攪得到花枝塊 它花枝的香氣還蠻重 花枝丸不錯 再來 這小哈梅啊 他們家的炸皮蛋 居然是一整顆皮蛋 然後果粉這樣下去炸給你 你至少也幫我切一下吧 剛才猜你吃太緊張話 你至少也幫我切一下吧 你太大塊了吧 直接咬吧 它會不會直接爆開呢 我們來試試看 爆開爆開 我老實說 它中間有點炸太爽 不過它中間還有帶一點那種 Cream的那種 柔軟的 半身的爽 半身爽的話會更好吃 我必須說它的醬 跟它的本身外皮 都蠻厲害的 所以 這些目前這樣吃起來 搭起來都還不錯 不管你是雞排派還是鹹酥雞排 今天我們都點來給你 這家撿雞排 比較嫩 我說真的 如果你喜歡比較有嚼勁的 它鹹酥雞排這個醬味還不錯 最後 來一個豆包 有酥有軟有醬 豆包厲害 好 接下來我們吃完 我們的宵夜 我們要去一個很神秘的地方 其實在雲河 它有一個空中花園 可以俯瞰周邊的美景 等一下就帶你去看看 我們吃完 就出發 好 現在我們在這個地方就是雲河的空中花園 這裡呢可以稍微坐在這邊 晚上賞星星 其實你就可以看看上面啊 真的有星星耶 其實還不錯耶 如果你有小朋友的話 這邊來真的蠻適合 所以說這裡真的比較適合合家一起來 其他的設施啊 對小朋友都還蠻友善的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好啦 那我們就回房間 享受我的房間設施 它那個大浴室啦 大家早安 這個床實在是太好睡了 因為昨天經過SPA之後 真的超級舒服 那我們接下來就去吃早餐呢 而且它的早餐呢 是蜘蛛式的 我們看一下早餐是怎麼樣吧 出發 雲河的早餐實在是太豐盛了啦 大家看 它有中式啊 然後西式的 它麵包算是蠻齊全的啦 還有小沙拉 重點是 就是你可以自己看要煮意麵啊 還是要煮這種肉燥麵都可以 其實我說真的啊 這種 汽車旅館結合商務的 真的很推薦 這種商務旅館 它的早餐通常都會很不錯 如果 如果你喜歡早餐 這間 直接給它墊下去就對了 嗯 好好吃喔 刺激動喔 雞流 可以耶 剛才主廚看我在錄影啊 它特別幫我特製一份早餐耶 它應該是蛋餅啦 外面有一層 有點像是手工餅皮 其實我對它蠻有期待的 因為我發現他們的主廚蠻會做菜的耶 我覺得這個 蛋多麼厚啊 它下面幫我 一個是冬泉辣椒醬 這個是冬泉辣椒醬 我在海中 終於吃到冬泉辣椒醬了 它主廚專業 知道我們才能來的 想要吃他們在一起的辣椒醬 他們的早餐真的很棒 好 吃完我回房間 大家看到這個畫面有沒有覺得很像一個廣告詞 再大的鳥都裝得下 它這個是一個鳥籠的設計 我覺得還蠻有主題感的啦 我們是再胖的鳥都裝得下 哇 我後面還這麼寬廣 我跟大家稍微總結一下啦 這一家雲河概念旅館 它其實就是結合那種精品旅館的概念 它沒有到非常非常的 像我們一般汽車旅館說 暗暗的啊 然後可能會比較有激情的感覺 它真的比較適合說一家老小啊 甚至是你是親子都還蠻適合 這家我非常推薦你是家庭客 可以來嘗試看看 因為它的整潔度 我說真的可以到4.8顆星 因為它的整個裡面進來沒有煙味 光這一點我覺得大家分 大家應該也非常認同吧 我真的不喜歡煙味的 再來它的空間感很大 浴室也大房間也大 所以它的舒適度加上它的床好碎程度 我覺得也可以給到大概4.6顆星 它的床的品質也是非常好的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車庫也很好停車 因為很多人怕那種車庫門很窄的 如果你今天是新手啊開不太近 它車庫門超級大 絕對是OK的 好那這一家呢 加上它的早餐 我給它的評價非常非常的高 因為我們當然啦 住汽車旅館就是舒適度嘛 然後在裡面可以使用的奢侈 包含還有健身房啊 還有一個廣中花園 然後早餐也是法配式的 很豐富 有機會的話大家可以來試試看 這一家我給予高度評價 大家可以嘗試看看在台中玩的時候 住住看雲和汽車旅館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個系列的話 記得幫我繼續追下去 我會開箱更多的汽車旅館給你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到 掰掰 我們在地有人已經在後面幫我們 黃金炸雞皮 打電話 黃金炸雞皮 打電話 看了一批紅帽幫我點 那如果不好吃算他的 算他的 那我們出發